好 我們開始上課 好不好 我們今天上第十課 第十課是反卷基層跟字編馬器 這兩個特定應該都聽不懂吧 對不對 蛤? 卷基看過反都沒有聽過這樣子 好不好 啊卷基有什麼特性 我們在學之前我們先想一下卷基有什麼特性 是不是把特徵圖由大變小 由大變小嘛 對不對 那反卷基層意思就是 相反啦 對不對 由小變大 好 那至於為什麼需要這個層呢 我們今天就好好介紹一下 然後並且我們來教一個叫字編馬器 好 好 那這個 就是之前上課的時候 就是我們目前只會做圖像分類 對不對 我們有示範過第六課的時候就示範了圖像分類 那在第六課以前我們做的是一些數值型的預測 但是我們第八課的時候似乎有講到說 如果我要做數值型的預測 神經網路似乎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啊 所以說現在神經網路能夠做的事情只有圖像分類 這樣子 能夠應用的情境太少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辦法來多一些就是應用情境這樣子 好 那 那我們來就是我們要先教大家一個新的東西 叫字編馬器 字編馬器它在做什麼呢 它是做一件事情啊 就是圓圖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這是一個4嘛 對不對 那它希望這個4總共以那個我們之前練習的檔案 它是不是總共28x28個像素 總共有這個784個數值去記錄這張圖嘛 對不對 那字編馬器的想法是 我有沒有可能透過某些方式 把這784個數字經過某些轉換 這個是神經網路一 經過一個神經網路之後 它可能剩下 譬如說剩下 10個數字 那這10個數字啊 它完整的 保有原來這784個數字的訊息 那接著啊 我在訓練這神經網路 就綠色這個 然後並且就是把這10個數字 還原回圖片的 這樣一個神經網路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是不是我就可以這個 我這個藍色的部分 我就可以當作壓縮器 那綠色的部分 我是不是就可以當作解壓縮器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齁 所以字編馬器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整體 就是同時包含一個壓縮器 壓縮器我們叫它encoder 英文翻譯通常叫它編馬器 這樣子 就是encoder就是編馬器的意思 那 這個圖像經過encoder之後 會變成一堆code 這code就是一堆就是 可能有沒有意義我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但是這些數字啊 透過decoder可以完美的還原回本來的圖 好像這兩張圖就蠻像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 autoencoder叫字編馬器 那這個網路有沒有辦法訓練 我們來稍微想一下 應該是可以吧 它的label是不是就是自己本身 因為它就input等於output 所以說這是一種無監督的算法 之前我們要做這個神經網路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要有一個input 然後要有一個output 那現在因為這個網路它的input 剛好就等於output 所以它其實是不需要label的 對吧 這樣可以理解嗎 但是它不需要label有什麼好處 這個我們之後 等一下後面上課會稍微提到 好不好 就是所以說 那 我們 重點就是我們希望讓中間的數字要少 這個網路要夠 這個網路的核心 就是 中間要少 然後最後兩個要想等 這樣可以吧 中間如果多了就沒有意義了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好不好 怎麼叫反矩陣 我沒有聽懂什麼叫反矩陣 你意思是說假設這是一個矩陣的話 把它轉換成一些數字之後 它用反矩陣把它弄回去 有點像 就是這個encoder 但是它 我們通常會希望再更複雜一點 我們不要只有一個矩陣 一個矩陣相當於是一個那個就是 就是一層的神經網路 對不對 我們希望它多層一點 然後要有些非線性的特徵在裡面 同樣decoder也是一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好不好 首先就是一樣 我們先用這個mini 就是這個手寫數字資料進行實作 好不好 那這個之前我們都下載過了 好那我們 我們這裡就 這個data的結構我們就不複習了 就是 但是 你下載下來意思是一樣的 好不好 它就是一個數字 好 按錯了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做這個iterator 好不好 我們來做疊代器 那一樣齁 我們現在要build一個神經網路的話 我們一樣先開一個資料夾 就是model 我這邊已經有model這個資料夾了 這個 這個 我們叫它這個 我們叫它一個新的名字好了 叫做run 多打一個字 好然後我們一樣先把iterator存進去 今天上第10課 run 這個過程你要不要先順便跟著做 這個過程你要不要先順便跟著做 好那 看一下這個 這個iterator跟以前的差別在哪裡 這個就是之前那個 第六課我們用的那個csv的iterator 唯一的差別在之前的這個y 對不對 就是它output 這個y的部分 它是那個數值嘛 就0到9某一個數字對不對 那現在它就是等於x本身 因為它現在的label就等於data本身嘛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說 這個我們做好這個iterator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它要怎麼用它好了 好我們先sauce 好sauce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要怎麼用 一樣先reset在 在這個 在next 然後我們就可以畫圖了 好這邊可以看到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所以這樣子我們就把iterator寫好了 所以那它的output 它的label一樣也是同張圖喔 我現在是用data嘛對不對 我用裡面的label 你會看到還是同張圖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我們來定義這個model的那個 就是結構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先來開一個語法 然後我們把它貼過來之後 再來看model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好仔細看一下這個結構喔 好不好 首先這個data進來之後 data進來之後 經過forly connected 這是一個全連結層 這個應該不會太難理解吧 那它的input的維度是多少 是不是784 784個數字嘛對不對 喔對 注意一下喔 我們現在 雖然就是我們現在它的那個結構喔 它的結構就是這個28乘28乘1 對不對 但是它實際上輸入就是284個數字嘛 那我們先經過第一個forly connected之後 把它壓縮成128個數字 這個不會特別難懂嘛對不對 好 接著再經過ILU轉換之後 接著再把它壓縮成32個數字 那這樣子 這個東西我們就要encoder 好就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output了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下一步 這個encoder 當input encoder是不是可以進來 再進來一個forly connected 我再把32還原成128 可以嗎 我把32還原成128 然後接著forly connected3 然後接著再經過redu 然後redu3再給forly connected 還原成2784 這樣變成fc4 fc4再把它reshape回來 reshape回來改成這個28乘28乘1 就是它的這個shape 這個-1的意思就是剩下的維度 我就把它擺到-1這裡啦 所以就是這個bench size的意思 好這樣子我是不是就產生了decoder 所以這樣這個decoder的output 就要跟input一模一樣對不對 那所以說後面我label 我把label交進來之後 這個label 跟decoder的結果 兩個我是不是就可以用mse loss 這就是先行回歸的label 這就是殘他平方合 好那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把整個都寫完了 好這樣 這樣可以看得懂 我們model這裡的結構 好可以接受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個吧 那個優化器 OBT OBT 好OBT這裡我們用這個ADEN 我們用ADEN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就直接 我們就直接來run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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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過程應該就是 這個過程應該就是不是特別難吧 你正在你有正在做這個這個嗎 有正在做這個過程嗎 好好好 那很好就繼續 好那我們就讓他開始跑好了 好我們就訓練10代看看他的效果怎麼樣好了 好我們先讓他 這是20代是不是 好我們就先讓他跑吧 我們等他一下吧 好那現在這個模型跑完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要怎麼用這個模型 好不好 好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們先看一下原始圖像跟壓縮 解壓縮之後還原的圖像 然後看還原度高不高嘛 對不對 來我們用這串語法就可以來試試看 這TESTX TESTX 我先去 我先去 把它 read進來 TESTX在哪裡啊 為什麼找不到他 我找一下 TESTX在 在這 好那我 我一樣要先把檔案讀進來 就是 TESTX 好我把TESTDATA讀進來之後 然後把TESTX跟TESTY把它弄進來 先LibraryDataTable 好現在我的這個TESTX 看它的Dimension 是不是就是 28乘28乘1乘16800 所以它總共有1萬多張圖 那我們現在來 用這個TESTX來做預測好了 我們現在 把TESTX丟進我們這個Model裡面 這個叫 解壓縮之後的預測值 好不好 這個看得懂齁 好我們把它 PREDICT完了以後 我們把這個PREDICT的值 如果大於1的 我們就把它壓成1 小於0的我們就把它壓成0 因為我們的 那個灰階度是介於0到1之間 所以就很粗暴的 就這麼做就可以了 好現在我們就可以來 把這個 上 這個就是圓圖 這個用TESTX畫 就是圓圖 然後這個用這個 UNZIPPREDICT畫 就是這個 解壓縮之後的圖 我們來看還原度高不高 好不好 好上面是圓圖 下面是解壓縮之後的圖 看起來是不是 還原度還蠻高的 這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中間 它一定是有變成32個數字喔 所以它那個32個數字 真的是可以透過DECODER 把它還原回來的喔 而且還原度還蠻高的 當然會有一些雜訊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 我們現在這個MODEL 如果你整個一起用 這樣沒有意義 對不對 第一件我們最想做的事情 是把這個MODEL 拆兩個MODEL 就把ENCODE的部分 提取出來 跟把DECODER的部分 提取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好不好 喔 怎麼做就是練習一啊 好不好 練習一就是叫你怎麼做啊 好不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就稍微 跑一下然後 等 就是等大家做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就是 要怎麼樣把這個模型拆來兩份 好 那個 ENCODE的部分不難 為什麼 因為ENCODE的部分 我就是把中間一層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那中間一層抓出來 之前我們在做轉移特徵學習的時候 就學過了 所以其實這個技術並不是太難 就是把這個 那個GET INTERNALS 把這個 ALL LAYER把它叫出來之後 問它ENCODE的OUTPUT在哪一層 然後接著 把它變成一個新的MODEL 然後把這個 不需要的參數把它刪掉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產生這個ENCODE MODEL 這樣子 好就像在這裡 好那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ENCODE MODEL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做這個 TEST X的這個預測 這樣就是壓縮壓縮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獲得這個壓縮的碼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壓縮的碼 它的DIMENSION 它的DIMENSION是不是只剩下32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 原來說第一個 第一個數字它的壓縮碼 是這些 看起來我也看不懂這是什麼數字 但是 這些數字我雖然看不懂 但是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這些數字可以重新構建回本來的數字 這樣可以了解 好那接著我們要把DECODER模型叫出來 對不對 DECODER模型 因為它是從中間開始 那MXNET是沒有辦法從中間開始建構一個模型的 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寫一個DECODER的這個模型架構 好這樣懂嗎 也就是一樣從DATA開始 那從DATA開始只是這次FC3 不是在接Encoder了是接DATA 那接DATA接到最後有個DECODER OUTPUT 有了這個DECODER OUTPUT之後 接著這個權重 權重我們就可以用剛剛的那個權重 就是剛剛MODEL裡面的權重 我們這裡的權重拿的是剛剛MODEL 剛剛MODEL裡面的權重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產生我們的DECODER模型了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DECODER模型 把它這個就是 把它用這個DECODER模型來預測這個ZIPCODE 這樣就是把它還原回去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還原的結果 DECODER模型我們把它看一下還原結果 這樣子 怎麼 我先把它清空好了 好這個每一個數字都是還原之後的結果 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 這個就是壓縮之後的這個模型 的那個圖像 對不對 這樣可以 好 那這樣子我們是不是有一些idea 既然這個 既然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UNZIPCODE 看起來像亂碼 對不對 欸不是 這個 不是UNZIPCODE 是ZIPCODE 這ZIPCODE現在看起來像亂碼 那我們可不可以真的給它一堆亂碼 然後看看這個模型就是 看看這個模型就是 這個 畫圖畫出來是長什麼樣子好了 好不好 我們就隨便給它一些亂碼 那怎麼隨便給咧 就 就透過這種方式就可以給了 好就是我先產生一個叫Random DeepCode 這個Random DeepCode 它的結構也是32維 好然後總共有10張 然後我們來試著把這Random DeepCode 把它進入這個Decoder模型 然後來看它畫出來圖長什麼樣子 你會發現畫出來根本就不是數字嘛 這樣可以接受 這個絕對不是數字嘛 對不對 這說明了什麼意思 說明了其實喔 欸就是剛剛的那個 ZIPCODE的那個範圍 就是它的那個 它裡面喔還是有太多 就是太多不重要訊息 這樣呢 它不是僅保留重要訊息 那怎麼解決這件事呢 解決這件事的方法也 蠻簡單的 就是喔 我們 你可能會發現隱約看到一些數字形狀 但是因為是亂數 所以資訊不是很清楚啊 所以說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透過亂數來製造 就是我給一組隨機亂數 它就隨便給有個數字喔 現在我們是沒辦法的嘛 對不對 那 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呢 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把32維調成8維 那它出來實驗結果就會比較像數字喔 像這裡 這個是 如果我剛剛把32的那個數字調成8 那 那個Decoder模型 它隨機數產生出來 就會比較像這個 數字 這樣懂了嗎 那你如果再壓得更小 那大概就會 表現得更好這樣子 好 那所以 這個是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 就是 Auto Encoder的這個應用這樣子 那Auto Encoder不只有這個應用 Auto Encoder還有什麼應用 我們來看一下 Auto Encoder還有一種應用 就是把這個有雜訊的圖像把它去雜訊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用 原因很簡單喔 因為 既然 就是你原來有784個像素嘛對不對 然後它有一些雜訊 可是你已經把它壓成了32維 那是不是只能保留最重要的資訊 所以那些 跟這個 就是那些無關的information 就是那些雜訊 就會透過這種方式被去掉 這樣懂嗎 我們這邊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Test X 我們給它加一點Noise 我們給它加一點Noise 在這裡給它加一點Noise 然後加了Noise以後 我們再把它進入這個 model裡面 就是 壓縮再解壓縮 這個model是整體的model喔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圖像 圖像的變化 好你可以看到 這是原始的圖 這是 經過壓縮假縮之後的圖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這個 雜訊似乎被去掉了 並不是去的 每一張圖都去得非常好 但是 可以看到有明顯的 跟上面的圖有明顯的改善 對吧 這個可以了解 好所以這就是 壓縮假縮模型的應用方式 所以我們總共介紹 多少種應用方式 除了最經典的壓縮跟解壓縮之外 我們還可以拿來做圖像的生成 雖然現在生成的品質還不是很好 我們在之後 第15節開始 我們會真的認真介紹生成模型 這只是 很 很 就是很初階的生成模型 這樣子 還可以做去雜訊 可以做事情還蠻多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Autoencoder 就在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我們再看一下 再練習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來看這個 就是第二節 那 這個多層感知機 我們剛剛是用 MLP來做這個壓縮跟解壓縮 但是 我還沒有開廣播是不是 好我現在剛剛是用多層感知機 來做壓縮跟解壓縮 但是 多層感知機它的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蠻明顯的 之前我們在做圖像的時候是用多層感知機嗎 不是嘛 我們是用卷機網路對不對 好 那你今天 在用卷機層來代替 全連接層來做encoder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 decoder就沒辦法做了喔 就你要把東西變少 這個 卷機器是可以做的嘛 對不對 可是你要把東西變多 這個 卷機器就沒有辦法再做這件事囉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要介紹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 deconvolutional layer 就是反卷機層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使用它 那它的邏輯就是 原來我有一張特徵圖 那我就是把它這樣子 就是把它再變回 變大變回來這樣子 好那反卷機層喔 它的這個操作喔 你可以參考這一串語法 假設你原來有一串的這個 X 它長相是 123456789 然後你有個fighter 因為我fighter是-10-1這樣子 那 那你要怎麼做反卷機咧 欸 你的不符為1的狀況下 你就是會把它反卷機成這個樣子 好-1 這個-1怎麼來的 就是這個-1 乘上 欸這個1乘上 這全部的東西 它就會把它丟在這裡 丟在這四格 丟在這四格 然後接著咧 這個 第二格 第二格這個四乘上這一堆東西 它就會把它丟在這一格 然後全部丟完之後 它就把它累加起來 這樣看 這樣大概懂意思齁 好 所以說這邊是-1-1-1-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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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求這個Fighter參數 那這個反向團伯法就可以幫我們做了嘛 對不對 不符為二的狀況我們就不秀啦 就是不符為二的狀況就很簡單了 因為你這個 這個就是剛好就是123456789 就是剛好一模一樣了這樣子 不符為一的狀況比較複雜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看到齁 好那這個 這是一個再更複雜一點的例子啦 就是這個這個你們就 自己這個複製試試看就好了 你就會知道說原來這個 反卷基層 他實際上的運作方式大概是長什麼樣子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mxnet裡面要怎麼做反卷基層 那我們一樣剛剛在這裡齁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在這裡的run 好我們在model這裡 在model這裡我們看一下就是 我們本來的model結構 我們本來model結構是先forly connected 然後redu再forly connected 這樣意思類推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要改model結構就好了喔 因為那個 Iterator跟那個 那個 offminer 還有那個執行函數這個我們都不用改嘛 對不對我們只要改模型架構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用mxnet最重要的地方嘛 好我們來看一下model的部分我們把它改成怎麼樣 就是data進來之後 先做convolution 那convolution我們這裡用的是7x7的 kernel 然後並且這個 他的fighter size是8 那 這個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原因是因為我們需要把數據壓縮對不對 我們需要把數據壓縮嘛 那7x7的fighter 然後不符為7x7 這樣對一張28x28的圖 他壓出來是幾乘幾是不是4x4 4x4那他特徵圖數目是8嘛對不對 4x4x8 所以總共是這個 16x8 所以是 16x8就是128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字精心設計的喔 因為他變大會有問題 等一下 變大暫時不會有 暫時會有問題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他他會有什麼問題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這樣才有壓縮的感覺嘛對不對 好接著你再經過2x2之後4x4再經過2x2的fighter是不是會變2x2 2x2x16 2x2x16是64所以128壓成64這樣可以嘛對不對 然後再壓成1x1x32壓成32 這樣這就是一個完整encoder 這樣可以齁 那接著 deconvolution的部分 就反向把它反推回來嘛 32再變16 16再變8 8再變1 那這樣就回去這個原圖了這樣可以齁 那反轉基層 在mxnet裡面怎麼做呢就是 convolution函數直接換成deconvolution函數 那基本上就可以做了 好他們兩個函數是非常像的喔那我們來讓他執行一下好了 好啦現在我們跑完了啦那跑完了之後我們要怎麼來我們要怎麼那個我們要怎麼用呢對不對 螢幕好 好 好那一樣我們就是我們就是用這個 跟剛剛我們來跟剛剛做個比較啊就是用現在的model來做一個預測這樣子 這個我少複製好一個字 好這樣 好這個一樣也是做得很好嘛卷積跟反卷積做的也是非常好 好那唯一的差別在哪裡呢是卷積用的參數比較少 卷積比較省參數嘛這個我們都知道 好不好所以說這個 卷積 卷積跟反卷積一樣可以拿來做壓縮跟這個解壓縮器 這個這個 Autoencoder這個模型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練習了 我們練習了就是 請你試著利用這些參數然後做出這個解壓縮模型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現在解壓縮模型是反卷機器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學習一下就是反卷機器他要怎麼 他要怎麼去這個就是怎麼用這個 不需要不用mxnet 但是又把它做出來這樣子 好不好那 這個你要怎麼把解壓縮模型拿到勒 就是 一樣我們先把encoder模型拿到這跟我們剛剛一模一樣喔 剛剛來 拿這個encoder模型的方法跟現在 來拿的方法一模一樣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就是 還有這個decoder模型也是一樣 好然後接著你的圖像就可以先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就是你就可以用encoder模型 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input 這個input就是32個數字 這32個數字就是這個input裡面 然後你把這個input丟到這個 解壓縮模型去decode model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張圓圖 好那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 等到你們訓練完成了以後 你們就是要把這個decoder模型的這個過程喔 給你這個input 由這個input開始 然後你要把這個output把它畫出來 這樣子 好就是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怎麼樣使用這個 怎麼樣 完成這件事情 好就是首先我們要先寫一個 deconvolution的function 這個deconvolution的function 大家可以 這個 裡面的細節喔 可以回去再仔細研究啦 好不好那 這個deconvolution的function 寫出來以後 那這樣子input 我們的input就可以透過這個deconvolution function 我們自己寫deconvolution function 然後把這個decoder model裡面的這個 deconvolution weight 把它放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產生這個 持續這樣子繼續的話我們就可以產生我們的output 這樣子 他總共經過三層嘛 好全部執行 好全部執行完了之後我們就要看這個我們的output跟那個 跟他的這個跟原來那個output有圖像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原來output跟我們的output 然後把它畫出來看看 這兩張圖有沒有差很多 這兩張圖根本就是一模一樣啊 不只是沒有差很多是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這些細節都一樣嘛對不對好這就代表我們做的是沒有錯的 剛剛這個deconvolution的這個函數寫的是沒有錯的那 那至於他怎麼運作的咧我們就建議就是 仔細的去看一下就是他實際上是怎麼樣 怎麼樣做的一行行看 就是他每一個回圈在做什麼事這樣子 你可以m等於1l等於1k等於1j等於i等於1的時候然後去看看 第一步他在做什麼事情 那第二步第二步跟第一步的差異又在哪裡這樣子 好一時類推下去 好 那這樣子 我們今天這個 就是autoencoder啊就是 主要齁 就是他 他的這個 建構方式大概其實已經交得差不多了那我們來看看他還除了剛剛講的 第一個應用方式是 真的做壓縮解壓縮 那第二個應用方式是深層模型但那個深層模型是一個不怎麼好深層模型嘛對不對 第三個應用方式去雜訊他們其他應用方式 他還有一個最重要應用方式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最後一個最重要應用方式是 透過剛剛的方式訓練我們會發現一件事encoder這個東西啊 他是不是確實能夠把數據壓縮跟降維 並且 我們 因為decoder的存在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這個 他降維之後那個數字是有意義的喔 他不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隨便給你一張圖像 他經過那個encoder之後產生的那一串數字 他是 他這一些數字隱含著原始圖像所有的訊息 這樣懂意思嗎 那個訊息 雖然我們 並沒有辦法 我們人沒有辦法很直接的去了解說 那些訊息 這些訊息要怎麼還原成原來的圖像 但是事實上他的確是有隱含訊息的喔 這樣可以喔 好 那 所以說他是不是 是不是 還 這些 有訊息的圖像 有訊息的這個 有訊息的這個 編碼 是不是有點意義的我們來試著做一件事啊 就是 我們把encoder 編碼出來之後 是不是總共有32維的數據 然後我們把32維數據打到二維空間 這個用什麼做這個可以用那個 那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做嘛 對不對 高筒上到了沒 沒有上高筒 喔好沒關係啦 就是 有一個東西叫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 啊這個有沒有上高筒 有上高筒是不是 所以 聽得懂 這樣我也是在幹嘛 對不對 principle我們試著做一件事就是我們把這個encoder model 出來的這個zip code 這是zip code嘛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zip code 把它 把它壓縮成這個 把它壓縮成這個 就是 這個 用principle components把它壓縮 壓縮下來這樣子 然後壓縮下來之後我們把這個 我們根據這個 不同的這個 就是0到9的數字 我們把它用不同顏色把它標到這個圖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x x沒有 那我用txt x好了 那這個color我就要用txt y x沒有 x沒有那我用txt x好了 好 你看這個圖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這樣看起來一件事情 數字不同 那個encoder出來的那個value好像是不太一樣 這樣大概懂了嗎 數字就是你看紅色是不是0 0的這個區域好像幾乎沒有別的數字 那1的這個區域好像也幾乎沒有別的數字 但中間有一些比較模糊的啦 譬如說像8跟9 但是因為這是打到二維空間 所以他才會重疊的比較厲害 所以這暗示了我們一件什麼事情 這個encoder出來的 唉唷 我不曉得按到了 這個encoder出來的這個code 好像是帶有某種意義的 那我們第八節課的時候 不是有教過transfer learning嗎 transfer learning是在做什麼 我先從這個imagenet上面訓練一個大模型 那訓練完大模型之後 我們把imagenet最後一層 的那個就是1000個分類那個把它丟掉 把它丟掉以後 我們事實上是把那個1000個分類前面那一層 是不是就是一堆特徵抽出來 把這些特徵當作是什麼 當作是一些future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網路事實上就是根據這個future 然後再做預測 再做覺得猫狗變適的預測 再做一些其他預測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個大膽的想法 我們是不是可以 有一堆數據給我們 然後我們用自編碼器 做出encoder之後 然後我們就不要decoder了 然後從encoder的那個最後 我們再去接我們想要的分類器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有一個好處喔 因為autoencoder的訓練 是不需要label data的 這樣懂得嗎 所以我可以用大量的unlabel data 去做 autoencoder 讓他的encoder 具有一定程度的 把不同的東西分開的能力 然後接著再用這些特徵去做分類 用少量的這個label data去做分類 那我們這邊就做一個實驗好了 就是我們做什麼實驗呢 就是我們現在齁 我們現在來用 產生一個data叫subtraining data 這個subtraining data只有500個sample 只有500個sample 這樣好嗎 我們來 我去前面把那個training data把它叫進來 好我產生一個subtraining data 好我產生一個subtraining data 好我產生一個subtraining data之後 我們來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先 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就做一個卷積神經網路 然後只用500個sample訓練看看 看看他的這個 準確度是多少 就是做一個手寫數字辨識啊 好不好 好我們來做一下 那這是我們一個新的iterator 我們把它放到這裡 然後我們把它全部貼上 然後這裡是lason10 好這個我們現在是用subtraining data 所以他的sample size只有500 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剛做的嘛 然後他的value 現在valuey又是那個十分類囉 這樣可以齁 又是十分類了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來 我們就來做一下實驗好了 然後 接著在model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寫一個新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齁 我們的這個 我們先不用那個 thequen的那個 就是lenet 我們就用跟剛剛 encoder一模一樣的架構 好不好 我們就跟剛剛 encoder一模一樣 這樣數字才有可比性嘛 好 那 一樣就是一直到fc3了之後 接著就做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 就是把它做成十分類 那十分類之後 就soft max 後面用embilical loss 這個loss function 那我們obminer呢 obminer用 也是用adden 那這邊就不改了 那我們這裡使用內建的函數 來進行這個 就是 來進行這個 運算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這個 就是 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訓練 然後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準確度是多少 為什麼他不理我 好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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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這台server 用的是比較新版的這個 好 我們就訓練 這個要訓練幾代 我看一下 這個訓練很快 欸百代我們就等他跑完好了 好 這個實驗就你們就不用做了 這個 等一下你們就做練習3的實驗就好了 因為這個實驗就是你們看了就知道了 好 現在我已經把這個model1訓練出來 對不對 我把這個model1訓練出來之後 我當然就要用這個model1來做test的預測 對不對 那我們test一樣用剛剛的這個 就是 一萬 一萬六千八百個sample 拿來做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model弄出來 我們是不是就把它弄成softmax的output 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把testx拿來給這個model1做預測 這樣可以齁 好 做完預測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預測出來的準確度是 百分之七九點八 百分之七九點八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confusion table好了 好 看起來 錯率蠻高的嘛 不過 這個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只用500個sample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知道 model1就是我們直接用500個sample做的話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準確度不到百分之八十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做一件什麼事 就是 我們假設 我們手上有一大堆 unlabel的data 來做自編碼器 那這個 用他來做自編碼器 那這個 用他來做自編碼器的這個結果 然後 的權重 然後我們把那個權重 保留下來 然後再拿他來做手裡數字分類 看會不會變準 這樣可以吧 好 那要怎麼樣 產生model2咧 就是 我們剛剛的那個 權重 是不是在encoder model裡面有 這個encoder model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這個encoder model裡面的權重 就是我們剛剛訓練出來的結果嘛 對不對 用兩萬多個 sample 我們用兩萬多個 沒有label的sample 訓練出來的encoder 的權重嘛對不對 那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把 這個 encoder model的權重把它填入 這個新的這個 就是 新的這個參數裡面 這樣可以嗎 新的參數 就是我們先隨機產生一組 這個 權重 那 隨機產生完之後 我們就把這一組的數字填進去 然後接著 based on這一組的數字 我們再把它 based on這一組的數字 我們再把它做 training model2 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 這個 過程 就是這樣複製切上就可以了 好他又開始訓練了嘛對不對 好 好那等他訓練完我們再做一次用model2來做一個預測 我們來看一下準確度是多少好不好 好一樣我們在用model2來做一個預測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注意到準確度變了85% 這邊我們學到了什麼 這個很重要喔 就是 如果今天我們的 Label sample不夠多 可是我們有大量的unlabel data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讓我們即使 讓我們提升我們用小量 Label data訓練出來的performance 這樣懂的意思嗎 有沒有覺得 他也覺得跟自己 自己的論文很有可能用到這個技術了 這樣 很容易理解嘛對不對 像 像你們可能想要做這個 這個 X光片的這個預測好了 這個X光 unlabel的X光要多少就有多少 對不對 去醫院隨便幹都有一大堆 可是啊 Label的X光那就很難拿了 對不對 因為你就要找醫師來慢慢標嘛 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有機會把 透過很多unlabel的Data 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 這個 encoder模型把它訓練出來 那把encoder模型訓練出來以後 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就這個 就可以這個 我們把encoder模型訓練出來 我們就可以用它權重 然後把它放到我們的 真正要用的這個 就是真正要做的這個轉機網路 把它權重取代過去之後 based on那個繼續訓練 準確度可能會提升喔 而且 現在的我們實驗看起來 提升還蠻明顯的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原來這個 自編碼器 除了剛剛做 這個 真正做壓縮 壓縮 深層模型 去雜訊以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做Transfer Learning 這樣懂得意思嗎 喔這個 前面那三個 可能都 就是對你來講 可能用都用不到 做Transfer Learning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應用方式喔 好不好 因為Transfer Learning的重要性 我們之前就已經學過了 對吧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這個 呃 而且如果你注意的 他訓練到第10代的時候 肉質其實就已經沒有再降 好 所以這個 用自編碼器真的是蠻強的 對不對 好 那練習3 練習3 這個幾乎不用什麼 就是程式基礎啊 就是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剛剛的實驗啊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model 是不是一個fighter數很小的 捲基層經網路 這是一個fighter數很小的 捲基層經網路啊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 正常的捲基層經網路 他的fighter數其實很多啊 對不對 可是很多 這樣就不是壓縮解壓縮模型啊 你懂的意思嗎 如果今天 本來是784個特徵 經過encoder之後 變成了幾千個特徵 那這還叫壓縮模型嗎 這是不是就不叫壓縮模型了 那我們就很疑惑啦 那如果我們故意 故意讓他就是用原來 捲基層經網路的size去做 原來捲基層經網路的size去做這個 這個壓縮 就是encoder 然後再有相對的decoder 那這樣子的話 他在空間中 那個數 每個數字在空間中的特徵 還會不會不一樣 那對我們做transfer learning 還有沒有幫助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做這個實驗 就是很簡單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網路 這個fighter數16 32 128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這個 標準 這個比較大的一個網路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 把這邊把它換到 我們把這個model的部分 直接把它換掉 換掉了以後 我們直接把model1的部分 把它改成model3 好這個網路比較大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網路的準確度 是多少 好這個網路比較大所以 跑比較久啊 這是很正常 不過這個基本上這個速度還是蠻快的 那等一下你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based on 現在我們這個結構 model3這個結構 請你做出 一個encoder decoder模型 然後前面的結構要完全一樣 這樣權重才可以套用嘛 對不對 那decoder模型就隨便你怎麼搞了 這就無所謂了 那 然後利用這個東西 然後你要做transfer learning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來看一下 預測出來的準確度是多少 90.5% 這是basedline的準確度喔 因為模型變大了 所以準確度提升 這個是合理的嘛 對不對 好現在 請你再做一次autoencoder 就是用這樣的 based on這樣的模型去做autoencoder 然後做一個實驗 看看 用這樣的方法做transfer learning 準確度還會不會提升 這樣子 好不好 就這樣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練習三的答案 就是 就是 欸 我還沒講嘛 對不對 你還沒做出來嘛 對不對 你有跑了嗎 你也正在跑了 好那我就自己 我就自己弄啦 按錯了 按錯了 應該從這裡 應該直接做這個 好讓他跑一下吧 那我們現在就做一下那個 讓我做一下那個 就是 後面的實驗啦 就是 我把剛剛的值 再重複填入一次這樣子 好 首先再把我們的這個 model這裡把它換成這個 softmax output跟mlog loss 然後我們把這些值填進去之後 再來做這個 再來做這個 我們把這些值填進去之後 再來做這個 model 再來做我們的model 4 啊我這邊用GPU好了 看看會不會比較快 這樣感覺有比CPU快嗎 有比CPU快的感覺嗎 不過都是很快啦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model 4做出來的那個 準確度是多少 好不好 就我這次的實驗結果 剛剛我們是90.5嘛 是不是 我記得剛剛是90.5啦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做出來的準確度多少 喔操我真的下降了 真的糗大了 哎呀 不過基本上這個 多做幾次實驗啦 應該還是會有幫助的 好不好 就是一般來講 是會有幫助的 好不好 這個 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所以這個沒有訓練好 這樣子 好 那這個不管 因為其實齁 我們剛剛其實老講 就是 我們把這個擴展 它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 就可以解決的 這邊其實蠻複雜的 因為你把數值 本來784個特徵 把它放大 把它放大 那 對它來講最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假設你把784放大成1000 那它就是前面那784個值 就跟原來像素值一模一樣 後面全部都是什麼東西都不重要 這樣它 等於沒有學到東西嘛 對不對 那要解決這個東西的方法 就需要用到一種叫 西書編碼技術啊 西書編碼的意思是 我在 我在最後一層 encoder的最後一層 我額外加一個loss 這個loss是我希望 那個encoder的數字 大部分是0 只有少部分是1 只有少部分不是0 如果有不是 如果有 這個是不是有點像是正則化的感覺 也就是說我額外給個loss 然後我把這個 我限制 它的那個數值 大部分都不要離0太遠 這樣子它的那個 它就必須被迫用一些 其他方式去表達 它就不能夠 不是整個空間它的數字都能用嘛 對不對 這樣變多也無所謂了 好 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就可以解 這樣就一定可以啦 好不好 不過因為西書編碼這裡 我們上課就是太複雜了 沒有講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字編碼器 可以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基本上 你現在已經學會字編碼器了 對不對 那基本上你學會了以後 你就應該可以看得懂 這個2006年 Kinton發表的 Size的論文 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這樣子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第八課的時候 有講到在電機的時候 這個Kinton這個 2006年這個Size這個Paper 他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沒有他這篇Paper 那現在那個網路 現在當然我們要訓練一個Deep Learning Model 我們就直接用ResidualNet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在2006年 10年前沒有ResNet之前 這個 升到一定程度的網路 那個時候T度消失問題很嚴重 升到一定程度的網路 怎麼訓練的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字編碼器有個特性 因為Input可以等於Output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訓練一個 一層深的字編碼器 這樣可以吧 一定可以 對不對一層深的很好訓練 對不對 就是 藍色變 藍色是原始的Y 然後 藍色是原始的Y 他Shape是一樣的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訓練一個 藍色到綠色有變少 那綠色再變回藍色 這個一定訓練得起來 對不對 接著我把 這兩層fix住 就是我把藍色 跟藍色有關的這兩層fix住 我再試著訓練一個 綠色到黃色 黃色再回到 綠色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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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 我再把黃色固定住 黃色到紅色 紅色到黃色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 一層一層的 把字編碼器訓練下去 不管他有多少層 我都可以逐層慢慢訓練 這是製編碼器才有特性喔 如果其他那個 就是 我們在做分類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這件事喔 因為input不等於output 對不對 因為他input必須等於output 這個製編碼器有這個特性 所以你可以一層一層訓練他 好 所以你再看一下 Hinton 2006年的Paper 他在做什麼 有一個pre-trained model 先訓練到2000 2000再訓練到1000 1000再訓練到500 500再訓練成30 一層一層訓練 訓練完之後 他把他整個 再把他整個弄起來之後 再做一起的微調 那這樣30這個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接出去 做這個 這個一般的分類任務了 這樣有沒有感覺出這個 2006年他想到這個方法 其實也是非常棒的 所以Autoencoder 當然最後一個這個用法 我們今天已經教了多少種用法 第一個 壓縮解壓縮 第二個 不怎麼樣的生成模型 第三個 去雜訓 第四個 transfer learning 現在還有第五個 解決梯度消失問題 那當然啦 解決梯度消失問題 用現在 用這個方法簡直太累了 我們現在 就直接用 residual learning 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還是很重要的喔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這個工具喔 好不好 那 就是 所以梯度消失問題 現在沒有那麼重要了 但是 這個 字編馬器 這個 這個 他能夠用來做哪些事情 還是 還是要記住啊 就是知道有這些事情這樣子 那 呃 他有機會可以增加最終模型的準確性 並不保證喔 並不保證喔 好不好 有時候你可能還要引入這些係數編碼 我剛剛講係數編碼這些技術可能才能解決啦 好不好 那這個 字編碼器齁 他就是這種特殊應用模型齁 呃 最原始的用法就是input等output嘛 但是我們還可以再做一些 既然你現在已經知道他可以去noise了 那 事實上他就還有 很多 各種神奇的應用方式喔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可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拿來 假設我們有一張圓圖是高清的圖 那我們可不可以故意把它馬賽克 故意把它打馬賽克之後 我們用 有馬賽克的圖 當做input 沒有馬賽克的圖 當output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去訓練 而且不需要什麼label data 對不對 你就到處找很多照片啊 對不對 凱基恩有沒有想到一些應用方式啊 不知道 就有些影片 常常要打馬賽克啊 對不對 啊你可不可以去找很多沒有馬賽克的影片 去訓練 故意幫他打馬賽克 打完馬賽克之後 讓他還原 讓那個 AI學會還原 讓AI學會還原之後 那些 有馬賽克的影片 是不是通通都 可以被AI 把它還原成沒有馬賽克的影片 是不是覺得蠻屌的 是不是覺得蠻屌的 所以這個 解他可以 解除馬賽克同樣也是這種自編馬模型喔 所以他可以用的方向 其實非常多啊 事實上他還有很多這種 其他的用法 就是我這邊再舉個例子 舉例來說我還看過一個研究 就是把這個 原來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 我們一般的這個照片啊 對不對 像現在亮度都很亮嘛 對不對 他故意把這個暗度調到非常非常暗 然後用很暗的照片去還原成 正常光亮的這個照片 那這個應用方式就很多了 舉例來說 我現在有很多白天的照片 我把白天的照片 故意把它弄成晚上的樣子 就是弄黑黑的 然後試著讓他還原成白天的樣子 那這是不是可以給自動駕駛車 做這個比較好的辨識 對不對 不然的話 這個晚上 黑其媽糊的 對不對 誰看得出來 我們利用AI 把很黑的畫面 想像成白天的樣子 然後再用那個白天的樣子去做這個 預測 這樣是不是有很多種應用方式 對不對 還有那種就是 舉例來說 像 我有看到有NVIDIA的研究 他把這個 本來是那個FPS很高的影片 把他故意變成 不怎麼高的影片 把他FPS是250 把他故意變成FPS只有60 然後用FPS60的影片 把他想像回250的影片 用AI來做這件事情 那他的連續性也非常好 這樣知道嗎 所以 這個字編碼器 他還有好多好多種用法 不太像 那個比較像物件識別模型 物件識別模型 我們下 下節課就會教了 好不好 就是 好 所以說 我們今天主要學到的就是 自編碼器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我們學到一個很特殊的網路結構 叫反卷基層 這個反卷基層 我們之後會一直用到他 因為我們不是所有的 只有分類任務才是讓FUTURE 越變越少 那很多時候如果你要做的是什麼圖像的 什麼 做一些什麼操作啊 這個 你並不能 你減少了還要再變多回來 這樣子 你就很需要反卷基層這樣子 好 那最後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下課之前 我們就 請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在做自編碼器的時候 我們定義的Loss Function 是MSE 對不對 那個Main Square Error 的Loss Function 他恰當嗎 他如果完全等於0的時候 當然 他就跟圓圖一模一樣 這個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假設他不太等於0的時候 因為他最終鐵定Loss不可能變0 對不對 那他就會產生一些雜訊啊 所以你的Decoder回來都會有一些模糊 那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去改變Loss Function 讓這個Decoder的部分 讓那個 讓他的Output圖像不要有模糊的感覺 為什麼他會有模糊 是因為你的MSE Loss Function 去指定他 很靠近很靠近的時候 Loss也很小啊 對不對 很靠近的時候 他不就是一個 有點淺白色的那種感覺嗎 對不對 這個不好 所以有沒有什麼辦法咧 可以想一下 好不好 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好不好 就這個樣子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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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